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3月28日 香港新增7600多宗的確診個案 另外再多168宗的死亡個案 另一方面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公立醫院急症室 逼滿病人 院舍確診長者的死亡人數佔整體死亡患者的一半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就在抗疫記者會上被問到是否抗疫策略失誤 會否向市民及死者家屬道歉 她就表示沒有人預測到兩個月之後會出現這麼嚴重的爆發 這次大型公共衛生危機涉及相當多的死亡個案 值得全面檢討 她對每一位離世人士的家人致意深切慰問 她還表示未能完全有信心在短期內走出疫情 現時不應該分心處理大規模調查 相信下屆政府會認真處理 她作為這次抗疫的主體負責人很樂意提供意見 對於特首的這一段發言 有人就評論說特首林鄭月娥說願意為下屆政府提供意見 是不是就是說下屆政府不是林鄭月娥呢 她是不是暗示不會爭取連任呢 另外她還說到沒有人預測到2月之後會出現這麼嚴重的爆發 這裏所用的沒有人預測到這個說法合不合適呢 新冠病毒在2020年年頭就在內地武漢被人類發現 至今是兩年的時間了 不是兩天兩個月 香港第五波疫情的Delta Omicron 並不是在香港變種出來的 並不是突擊香港的 而是在海外傳染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是知道Omicron傳染能力特別勁抽的 然後外防輸入出現問題 傳染了來香港 為什麼會說沒有人預測到呢 這件事我真是爬爆頭都想不明白 什麼叫做沒有人預測到 再這樣說一句 你說沒有人預測到病毒這麼厲害的話 為什麼你抗疫的時候 一些後備方案都沒有呢 香港頭四波疫情整體防控是比較成功的 這個是事實 所以第五波疫情之初 堅持自己的方法 不用別人的方法 這件事是合理 但是哪怕你準備一個後備方案 特別是你明知道Omicron是特別勁的時候 你準備一些後備方案 沒有問題吧 你要用所謂最少代價去成功防疫 爭取你的經濟政績 沒有人阻礙你 但是你都懂得說 沒有人預測到 為什麼你一點後備方案都沒有 香港明明一早就已經有聲音 香港的防疫方式 是不是可以參考借鏡內地某一些成功的經驗 你不用是你的事 但是你連準備都沒有 就是你的過錯 所以之後出現幾何級數的不斷爆發 真是沒有人預測到 香港可以輸得這麼徹底的 同樣是發達地區 還說有什麼中央支援 又有沒有人預測到 香港面對Omicron 和新加坡相差這麼遠呢 這些說話很醜 但是這些說話是事實 沒有人預測到 香港這一局輸得這麼徹底 再下一則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一則報導 就說到 香港新冠疫情近日雖然由高峰回落 連續兩天新增個案跌至萬宗以下 但是仍然維持在超過八千宗的高位 政府以及專家等都呼籲社會抗疫不要鬆懈 不過也有一些聲音 認為香港可以像新加坡一樣 與病毒共存的政策 大幅放寬防疫規定 《文匯報》就訪問了多名專家 指出六大方面和新加坡有所不同 以及存在不少的差距 他就說到 在貿易方面 香港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 特區政府統計至2020年 內地貿易額就佔香港貿易總額52% 而新加坡的貿易就高度依賴 另外在居住環境方面 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16平方米 劏房更加只有6.6平方米 相比起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有33平方米 相差不止一倍 這些都令到香港在疫情之下所面對的風險 遠比新加坡來得高 報道當中還提及到 疫苗接種、醫療系統、院舍的防控 以至個案追蹤能力等多方面 這些因素都決定了 香港目前還不能夠大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更加不能夠選擇躺平與病毒共存 否則疫情隨時反彈 可能會令到香港醫療系統崩潰 影響周邊內地省市乃至整個國家的防疫成效 專家坦然 香港疫情防控如果沒有辦法和內地接軌的話 難以恢復正常通關 將會持續影響經濟和民生 需要維持動態清零的目標 並且提升疫苗接種率以及改善防控能力 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變種病毒 再下則的消息 美國媒體CNN報導 說一段接近6分鐘的視頻裡面 可以聽到烏克蘭士兵說 他們在一個定居點呼鑊了一個俄羅斯偵察小組 此外 視頻畫面還顯示 烏克蘭的士兵向俄羅斯戰夫的腿部開槍射擊 之後部分的視頻畫面就被上傳到網上 引發網友強烈譴責 在當地時間27號 烏克蘭總統高級顧問就回應 說烏克蘭政府非常重視這個事件 會立即展開調查 我們不會嘲笑戰夫 但如果是真的的話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行為 而烏克蘭國防部就未就著這件事正面回應 還說烏克蘭武裝部隊嚴格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 而俄羅斯方面就表示 說這些行為是非法的 將會就此展開調查 確認烏克蘭虐待戰夫的情況 在下則的消息 在3月27號 印度的鋼鐵部長就表示 印度打算在俄羅斯進口的焦煤數量增加一倍 除了焦煤之外 印度還打算在俄羅斯購買更多的石油和其他產品 另外兩名印度官員還表示 印度很樂意接受俄羅斯以優惠價格提供的石油和化肥等的產品 並且打算直接用印度的盧比和俄羅斯的盧布來結算以迴避制裁 三民覺得這一則的消息是頗為有趣的 想多說幾句 第一件事想說的是雙重標準 不是說印度俄羅斯雙重標準 大家都知道現在西方是想 不是想直接制裁俄羅斯 而且他們是會要求其他國家去參與 譴責俄羅斯制裁俄羅斯 例如要求我們中國去譴責制裁俄羅斯 我們中國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是應該不要煽風點火 不要火上加油 希望他們不要打坐下來談 我們覺得制裁不是一個好的手段等等 我們也都不認同西方這套的說法 沒有參與這裡不細說 但是西方看到中國不參與 就會罵中國有問題 但是回到現在印度其實都不參與 所謂制裁俄羅斯的 甚至乎某程度上可以說在下西方面 你們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不就有多些便宜貨 印度反而買多些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了 西方反而不是很罵印度的 三民都留意到是有個別的議員會罵印度 但明顯不是主流聲音 那麼這一個雙重標準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我認為背後是利益瓜葛 我自己覺得印度在這個位置 是站位站得挺好的 一方面印度是和俄羅斯是長期的戰略合作關係 是一方面 二來印度 我認為印度是知道西方正在利用自己來攻擊中國 西方要利用印度 就是說他需要印度 印度當然是想爭取屬於自己的利益 如果西方能夠直接磅水當然是更好 西方肯不肯就是另一回事 這個時候西方現在要政治正確 一定要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的便宜貨 印度就過去執貨 這個時候西方就不敢說那麼多 因為日後還要繼續利用印度來攻擊中國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不敢出聲這麼多 你說這些雙重標準的背後 其實都是利益瓜葛所言的 你說西方是否真的這麼在意他們口中所說的價值觀呢? 好了 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